裝豆子的這個地方 它有刻度是1到35 最左邊最細 然後最右邊最粗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磨的 最細的咖啡粉 這是有點像土壤 我們來試最粗的給大家看 你看這真的差很多 它整個變得像是有點像小石子 今天的最後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如果你是喜歡喝咖啡的人 比如說像我們其實常常介紹 那種一式咖啡機跟磨豆機 你看一看就會想要自己操作 可是你又怕說自己操作會 做得亂七八糟 而且很麻煩之類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一組非常適合新手入手的 這個咖啡機組合 它包含了磨豆機跟一式咖啡機 價格也非常親民 如果你想要進入自己 沖咖啡磨豆的這個世界的話 真的可以好好來關注我們這一集的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這個 Gavy的家用咖啡大師組合 離我比較遠的這台是 它的抗靜電追刀磨豆機 那你磨豆機磨完以後 就會把咖啡豆變成咖啡粉嘛 那你可以再加進這一台裡面 你可以再把它裝到這一台 半自動液式咖啡機上面 那你就可以做出非常新鮮又好喝的咖啡啦 從外觀上來看它的顏色非常的一致 因為有些人它家裡面 你如果那個磨豆機啊 跟咖啡機是分開買的話 可能它擺在一起就沒那麼好看 沒有那個一致性 所以它像這樣子一組的 直接帶回家的話 其實擺在家裡面是很和諧的一個感覺 這個Gavy它其實是美國一個 很專業的咖啡機的品牌 所以他們這次推出這一組 希望可以讓大家都很輕鬆的 可以進入到沖泡咖啡的世界 好啦 那我們首先來看這個 抗靜電的追刀磨豆機 它整個結構呢就是這個地方呢 它是放豆子嘛 就直接裝豆子在裡面 它其實可以裝的豆量 你看還蠻多的 這個蓋子打開它就有附勺子跟刷子 那這個勺子跟刷子呢 到時候都會幫大家升級成是木製的勺子跟刷子 會更有質感一點 那在我們介紹這個機身的時候 我們順便來一邊進行磨豆的過程 讓大家看一下它到底是怎麼操作的 比如說你像這個啊 今天有幫我們準備香香的咖啡豆 那到時候呢 大家在購買的時候 他們也有贈送半磅的精選咖啡豆 另外是他們也有送這個 就除了你可以像我剛剛這樣直接倒下去以外 它也有送這個勺子 它這個勺子另外一邊是可以把那個 咖啡粉壓實的 等一下我們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個一樣也是會升級成是木製的 這樣做就莫名的有一種好像有點專業的感覺 它這個地方就是它的刀盤 它有一個可拆卸式的大刀盤 到時候你要去做清洗或什麼也會比較方便 它可以直接水沖 那我們看到啊 像我現在把它裝完有沒有 那我要把它放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去對齊它機身旁邊這裡有一個鎖的標示 那你就直接對準它 那你會看到這裡呢 有一個箭頭的符號 你可以把它對到這個鎖的位置 把它轉起來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像這樣子 裝上去後 咦 轉到底 好 那你就會看到說它這邊就自動會亮 我們看到裝豆子的這個地方 它有刻度是1到35 那它這邊有寫說 比如說espresso 就是濃縮的 trip roll over 然後這邊是 french press 最左邊最細 然後最右邊最粗 這樣 它有35種程度的粗細度 可以選擇 算是非常多種 像我們剛剛整個轉到最底的時候 它的這個箭頭是在最左邊 所以如果說我們想要把它調 就直接這樣轉就可以了 其實就很直覺很好操作 我覺得我們可能可以來給大家看一下說 它的細跟粗 看起來的落差 大家是不是可以用肉眼去分辨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先轉一個是最細的 我們把這個粗細調整完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可以去設定它的杯量 那這個地方按就有了 那它可以從1杯到14杯 就是14杯量的咖啡粉末 那就會很多嘛 那我們先用1杯的量看一下 其實這樣操作蠻簡單的 那另外一邊你可以設定它時間 因為如果有些人到比較進階的時候 你可能會對於研磨的時間有要求 那它可以從1到60秒之間去選擇 你可以去設定一種是 你直接用杯量去設定 另外一種是你用時間去設定 因為它磨多久 它可能出來的量就會是特定的量 我覺得直接一杯量可能比較直觀 對於我們這種比較沒有經驗的人來說 也會比較好抓量 等你有經驗一點以後 你再來考慮用時間的方式 那我們就用1杯 整個都設定完準備要磨豆 那在我們正式進入磨豆之前 這邊還有一個部分 這個底下呢 是讓你去承接你磨下來的咖啡粉的地方 那你可以用兩種方式去承接你的咖啡粉 一種就是用這個手柄 因為你這個手柄等一下裝完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接到你的意式咖啡機上面 然後直接去做咖啡 那這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搭配它這裡有一個是 一個輔助用的 你可以把它接上去 你這個東西接上去以後 你可以把這個手柄這樣子 固定在這裡 就是可以讓它直接掉下來 就進入到手柄裡面 那你手也不用一直拿著 把它穩住用的配件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拿這個 接粉的罐子 那這裡有一個是 這樣子打開的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放上 接上去 這樣那到時候它粉出來就直接進入這個罐子裡面 因為這個應該只能一杯吧 兩杯 一杯兩杯 就是它的那個 最大的可以承接的量 那如果說你要像剛剛說 我要一口氣磨好幾杯 甚至到十幾杯的時候 你勢必就是要用這種罐子去做 介紹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進入到研磨的階段 那研磨的話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都設定好了 就直接從這個地方按一下 就開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倒是蠻快的 而且它就是沒有跟你廢話 馬上說出就出 好像也沒有卡粉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磨的 這種最細的 咖啡粉 我把它先倒出來好了 好香 對啊 好香喔 嗯 就是你 巧克力味 對 因為它這個是巧克力跟堅果的香味 它這個豆子本身 豆子都不一樣 像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果香跟花香的 但是像這種的聞起來也是好聞 這是有點像土壤 比土壤還細唄 非常的粉末狀 對對對 我們接下來再進一步 來測試另外一種 就是我把它轉到最旁邊 我們來試最粗的給大家看 再跟大家複習一次 一樣嘛 就是我設定杯量一杯 其實好 然後就直接開始 最粗的 試試看 你看就真的差很多 它整個變得像是有點像小石子 就是 一顆一顆的小石子 渣渣的感覺 你看看它這個最粗的 它就很明顯是已經變一顆一顆小顆的 那剛剛那個就完全是粉 它就變成一粒一粒這樣子 那呢 我們現在來進行就是磨完豆 然後就來進入到這個 半自動一式咖啡機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嘗試用這個 好久沒有拿這個東西了 你知道我已經打過弓嗎 打過弓的時候 我有用過這個 然後把它用得一團亂 我現在就沒有拿到這個 我現在覺得很害怕 那我們就把它呢 我有點熟悉的東西裝上去 好 那一杯的量 我們把它弄一個細的好了 就細的 大概 好啦 這樣也可以啦 刻度5 調整完一杯 好 然後按這個 好 我們這樣子 把它拿出來以後 稍微把它弄平一點 然後拿這個 去把它壓實 這個動作呢 一定要做得確實一點 對 熟悉的感覺就回來 還可以這樣轉一下 OK 你看 好像很會耶 好平整 開玩笑 好 OK 這樣子 你就可以來進入到 半自動一式咖啡機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呢 看這一台就是這個 半自動一式咖啡機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整個外型好了 好 你這個上機這裡呢 有四個按鈕 最左邊是開關 然後中間這兩個按鈕 是你的杯量 第二個按鈕是 一杯跟短杯 就有時候你的杯子是那種小小杯的 或者是你一杯的量 第三個按鈕是長杯 或者是兩杯的量 那最右邊的這個就是你的 它的蒸氣 就是這邊有一個蒸氣管 就我們如果要做奶泡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這個 讓它去發蒸氣 然後來做奶泡這樣子 前面這邊就是它的一個壓力表 那你這壓力表呢 可以看到有指針 跟它的一個範圍的設定 等於是說你的理想萃取範圍 就會落在中間的這個 藍色的部分 那如果是到了右邊 就變成是過度萃取 那如果是左邊 就變成是不足 這樣子 你在做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說 它的這個範圍 如果可以落在藍色的部分 會是最理想的 它有主打20B高壓萃取 就是說它的萃取的壓力夠 而且是穩定的 那這樣的話 會變成說你萃出來的 咖啡 它會有一個油脂層在上面 你知道那個咖啡做出來 如果很漂亮 它上面會有一層是比較油油的 它會有點分層這樣 喝出來的味道 就會比較濃郁 比較好喝 這個地方呢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把 我們剛剛這個把它拴上去 然後就可以來操作 那右邊這裡就是它的那個蒸氣棒 後面這裡是它一個 1.03公升的大水箱 其實這樣比較方便啦 你就不用說一直要去裝水 一直要去裝水 你可以一次裝多一點 然後泡多杯一點的咖啡 那這個應該也算是 比較簡便一點的操作方式 你只要把它控制說 它是這樣子直直的在前面 就表示你是鎖到極致的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開機 開機以後它會涼 一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這個壓力表 它的指針會慢慢的有變動 現在在藍色 大家可以就注意一下 其實這樣子整個速度就蠻快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 上層會有那個油脂的感覺 它不會整杯這樣水水的 其實你這樣子很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做出一杯很像樣的咖啡 就如果說你自己在家裡面想要操作的話 方便你入門的一個選項 現在就還要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它的那個蒸氣棒 因為可以製作奶泡 這個不鏽鋼杯呢 是也是你購買這個組合的話 它就會有送你 首先它這個蒸氣棒 它是可以就是這樣子調整角度的 所以你在操作上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這個牛奶 那我們就是把它讓蒸氣棒進入到這個 牛奶的比較中段的地方 然後等到它開了以後 變成比較加熱以後 我們再把它慢慢往水面上移動 這樣它才會彈出這個奶泡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按這個最旁邊 這個蒸氣的按鈕 我有在製作出奶泡 好 那我們把這牛奶跟奶泡 好 我們把它加下去 就... 會有一種感覺 好像我八年前也是這樣子在弄咖啡 就是要很多散後 然後才敢端提給客人 有看到 拿鐵咖啡上面有奶泡 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出來的作品 那它的那個奶泡呢 看起來是還蠻細的啦 等一下我來喝喝看它的口感 奶泡還蠻細的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現在啊 你可以在家裡面有一種什麼 網路上有賣 什麼焦糖漿有沒有 然後真果糖這樣 你就把它弄這樣 哇 看起來就很厲害了 蒸氣管呢 你可以把它拿來純幫牛奶加熱也可以 有時候你想喝熱牛奶 這樣加熱很方便 或是 其實弄給小孩的熱牛奶 應該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說 你如果 不弄牛奶的話 它也可以把它單純當作是弄熱水 有時候你只想要一點點熱水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台機器來幫忙你 蠻方便的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呢 如果你用雙杯的模式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放兩個杯子在上面 也是放得下的 那你就兩邊各出到一個杯子裡面 那另外呢 我們發現說 它這個確實在製作過程當中 它這個上面會變熱 因為它機身會變熱嘛 所以像 有的時候 杯子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順便讓它杯子變稍微溫暖一點 因為它的空間其實是比較大的 也可以用那種比較大型的杯子 就直接放在下面裝 都是蠻足夠的 好 那如果說你整個用完了以後啊 你可以把像它這個地方那個水盤有沒有 它都是可拆 像這樣 整個拿去洗 就不用整台搬到那個水槽那裡 後面的這個水箱也都可以拆下來去清洗 它包含像我們前面介紹的磨豆機啊 它的刀盤也都是可以直接水洗 而且是可拆卸的 所以它整個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設計 會讓你在整個做完以後要散後也會比較方便 那還有像是那個蒸氣管的噴嘴也是可以拆下來清洗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來介紹這個 Gaby家用咖啡大師組合 那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除了有這個抗靜電追刀磨豆機 還有半自動液式咖啡機 那你可以一組把它們帶回家 那你也可以單獨去分別的購買 到時候就包含裡面的勺子啊 然後還有這個刷子等等 它都會把它升級成是木製的 會更有份量更有質感 以及呢你如果購買這個組合的話 它還會再贈送你就是不鏽鋼的奶泡杯 以及半磅的精選咖啡豆 那整個算起來呢算是一個CP值非常高的組合啦 所以如果說呢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真的可以把握這個 幾次期間優惠的收取來下訂 如果說想要了解更多關於這個組合的資訊的話 我們會把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更多他們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要來送出的是 雙層玻璃隔熱咖啡杯組 這個東西其實很實用 我自己非常喜歡買雙層的咖啡杯 然後我已經摔破三四個了 所以我只要我每摔破一個我就再去買一個這樣 雙層的玻璃杯裝咖啡真的是 看起來會非常賞心悅目 所以呢喜歡喝咖啡的人可以把握一下 那怎麼得到呢 只要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影片開啟小鈴鐺 那第二是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個雙層玻璃杯的這個組合 作為你的禮物 在留言的時候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平常喜歡喝什麼樣子的咖啡呢 或者是說你現在目前為止 你是用全自動咖啡機 半自動咖啡機 還是你還沒有咖啡機 或者是你覺得怎麼樣的模式 是你覺得最喜歡的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請大家趕快踴躍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這邊 下次再見 掰掰